12月24日當日 警方根據線部 在觀塘的一個迷你倉 手獲一些爆炸品 並拘捕了一名涉案的 18歲的男學生 經初步檢驗之後 檢獲的危險品 包括了有煙霧餅 爆炸品 以及一些二燃的化學品 而部分是屬於氧化劑級別 只是說這些物品的性質 都已經是非常之危險 這一批物品放在迷你倉那裡 現場是有很多雜物的 也都是地方比較狹窄 如果真是火灼的話 後果不堪切上 所以我在這裡警告 暴徒不要再拿市民的 寶貴的性命來交票 更多精彩 見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